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叻叻 公教艺术家 也是从事教育工作 我也是很喜欢画画 对宗教上的东西很热习 我的艺术创作 我想是我读完书 在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才开始去发掘 因为有这个天赋 所以也特别去修读有关的课程 我最初的艺术作品 其实都是围绕自己的宗教信仰 以及对蓝橙色的执着 所以我的宗教信仰和蓝橙色 就变成了我的艺术的开端 想透过这两种颜色 去表达我对天主 对世界观的一种想法 我的创作灵感是来自 对自己个人的内心关照 对生命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的作品多数都是围绕着 讲一个生命的进程 如何去找到光明 如何去找到信仰 这个就是我的创作的一些灵感 我的灵感可能都会包括一些 社会的时事 或者是一些环境 保育的东西都会有 对于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艺术家 我会考虑如何透过个人去阅显主荣 我只是透过个人的发展 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独特的潜能 或者是可以塑造的地方是真的很多的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作为一个工教艺术家 首先我会比较多些 是想自己在哪方面的能力会高些 跟着去发展那方面先 透过画画 透过一些混合媒体 透过一些作品 去表达一个对信仰的情感和热成 希望看到画的人都可以想多些 去想多些自己的生命的一些特质 以及对主 或者对神 对信仰的一些想法 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爱护天父创造的世界 我想都是由心出发 首先要懂得欣赏一些事物 如果不欣赏一些事物 可能去发现和发掘到那样东西的尾线 可能去一些大自然的环境 去赞叹了大自然 以及看看天主的创造是多么伟大 有那种触动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做多些 例如去爱惜这个环境 或者是在家里面 都会愿意做一些塑胶的分类 一些的回收等等 因为是那种触动 令到你是想做多些 我想我会介绍大家 去先看看环境 赞叹了这个世界 先做下一步的行动 时间长与短 或者能不能够坚持做 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做 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是你能够感受到那份爱 获腰参加这个艺术展 我觉得很荣幸 因为是一份欣赏 原来有一些艺术家 或者有一些机构 能够欣赏到自己的能力 以及看过自己的作品 所以有这个邀请 我觉得是一个荣幸 也很感恩 因为觉得是一个机会 天主给了一个机会 在这方面再发展多些 其实我也是想回应的 一直都想回应 透过艺术去回应天主的一个召叫 我期望这个展览多些人看 因为多些人看 才可以看到一些艺术作品 如何触动自己的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妨 稍而欲捕也好 或者是长途拔绍也好 就去明外专上学院 看看这个画展 这个是一个期望 爱护天父世界 基督徒合一 艺术邀请箭 欢迎你 环保宇宙新 艺术榮主心